台灣大家人人都在關注柯文哲的司法案件 美國現在有一個司法案件 它是一個貪污案件 而且還是匪諜的案件 這個匪諜就是中共代理人 他是誰呢 他的名字叫做孫文 他的身份呢 文是上面一個語下面一個文章的文 剛好叫孫文 那他是誰呢 他是紐約州州長旁邊的最重要的幕僚之一 他是最後當上了叫做副幕僚長 他做了什麼事情呢 他才40歲 他施加一些影響 因為他有排行程的一些權利 所以他會阻止台灣的官員和州長的辦公室 有往來 在州政府的通訊裡頭 刪除任何提及台灣跟維吾爾人的內容 取消台灣官員和州長之間的一個會面 鞏固中國政府的一個地位 而美國的司法部門是找到了所有的資料 然後全部通通都找完了以後 正式起訴他 起訴之後 他們在法院裡頭進行答辯 而答辯之後 沒有積壓 好 孫文繳納了150萬美元的保釋金 他的先生 41歲的胡曉 繳納了50萬美元的保釋金 因為他先生涉嫌洗錢 而這個案件裡頭的內容呢 也相當地誇張 比如說他的先生是做什麼呢 他的先生就因為中國政府給他們好處 所以他的方法是中國政府給他的好處 就是說你可以進口龍蝦 還有進口酒類等等 他的先生叫Chris Hu 叫做胡曉 他在中國得到了非常好的生意 所以兩個人就過得很奢侈的生活 包括在紐約州和夏威夷 就擁有百萬計美元的房產 在美國百萬房產是很貴 在台灣可能不是 在美國百萬房產是非常貴的 接著呢 他還有一台法拉利的豪車 並且呢 中國領事館有一名官員 還特別用私人廚師準備了南京板壓 送到了孫文的父母親家裡頭去 所以從板壓到百萬的兩個房地產 到法拉利車等等等等 匪碟就在紐約州州長的身邊 那這裡頭他主要的事情就是 卡台灣還有刪除維吾爾相關的一些記錄 那美國檢方把所有這些事情都抓網 收網的差不多 從FBI各種調查開始 然後最後交到檢方正式起訴他 美國是一個重視司法人權的國家 所以他們把所有這些事情 市政都收集完畢 而且最後呢 就直接的將孫文逮捕 逮捕之後 他就進行了無罪答辯 然後繳納150萬美元的保釋金 跟50元美元的保釋金 然後禁止出境 匪碟果然就在他們的身邊 Linda what do you have to say to the allegations 9月3日早上 紐約州長霍楚的前副幕僚長孫文 Linda Sun和他的丈夫胡蕭 Chris Who 在長島家中被FBI逮捕 孫文被指控的罪名是擔任 中共政府秘密代理人 Federal prosecutors say the couple received millions in kickbacks from China and laundered the monetary proceeds to buy the mansion in Manhasset New York for three and a half million dollars a condominium in Honolulu Hawaii for nearly two million and various luxury automobiles including a Ferrari 孫文是何許人也 40歲的孫文擁有巴納德學院 政治學士學位和哥倫比亞大學 教育碩士學位 紐約郵報報導 孫文是在2009年 已時任紐約州眾議員 現任紐約州聯邦眾議員 孟昭文的親密盟友 幕僚長和室友身份 來到州議會 在孟昭文的推薦下 進入前紐約州長古墨政府 擔任亞裔社區的社區聯絡人 2021年9月 霍楚接任紐約州長後 孫文被任命為副幕僚長 後轉任勞工親父廳長 直到2023年3月 被紐約州長霍楚解雇 孫文擁有前總統 和其後總統 凡人家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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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沒有批評任何利益 而是 裁判說她 是一種不批評的 中國的 所謂的 所謂的 台灣政府 由紐約時報說 所謂更改涉及中國關鍵議題 包括修改紐約州長霍楚的講稿 不再新年公開談話 提及維吾爾人的困境 並且刪除古墨州長聲明中 所有提及中華民國的部分 這是新年公開的 这可不是普通的鸭子 纽约时报特别花了篇幅 阐述了关于孙文有多爱鸭子 2021年7月 六支由中国领事馆一名官员的私人厨师 准备的南京板鸭 送到了当时是纽约州州长古墨幕僚的孙文父母家中 大约四个月后又有六支鸭子送到他们家 再过四个月又有更多的鸭子送来 八个月后又送来了更多的鸭子 这起案件也是美国司法部 今年来一连串全方位打击中国渗透的最新举措 就在一个月前 他是现年75岁的民主运动家王书军 今年8月6号被纽约东区联邦陪审团裁定 隐瞒美国政府充当中共代理人等四项指控 全数成立面临最高25年的监禁 2023年6月布鲁克林联邦法院将三名男子 一充当外国代理人被定罪 最高同样面临25年徒刑 他们三人被控涉及跟踪并骚扰前中国官员徐静 逼他回中国接受贪污审判 徐静所犯的罪最高可能被判处死刑 对此被告之一的纽约警局退休警官麦克马洪主张 他不知委托人是外国政府的人 坚称自己无罪 同样也是在2023年 联邦检察官指控两名男子 在曼哈顿下城的办公大楼 开设一个未经授权的中国秘密警务站 用来恐吓和控制海外中国异议人士 两名被告被控密谋担任中国政府代理人 以及妨碍司法公正 至于孙文现在面临十项刑事罪名起诉 他的先生被控洗钱 以及共谋银行诈骗等罪 两人均不认罪 分别以150万及50万美元交保 他们下次出庭时间是9月25日 基于撇清关系的霍楚做出回应 霍楚并且在9月4号的记者会上表示 他已经要求布林肯驱逐中国驻纽约总领事 黄平 国务院表示美方预期 会有新总领事到职 中国驻华府大使馆也公开驳斥 说所谓中国特工指控 传输美国政府和媒体的炒作 纽约时报指出 随着美国和中国在贸易 安全 恶务战争 以及中东危机等问题紧张局势加剧 渗透及反渗透将更加频繁 可以确定的是 孙文不会是最后一个